接着是在预理镇公共工程建设或者是修缮陆续动工执行 而其中108年争取的预理镇人行步道改善工程计划 在历经6次流标后终于顺利罚包 而政工所谓的避免冲到复彻 要求建造厂商在与在地的居民进行施工前说明会 镇长龚文俊表示 增加公共工程民众的参与度 来推动贴近民众真正需求的建设 流标六次的预理镇人行步道改善计划终于顺利罚包 政工所谓的避免冲到复彻 要求设计建造厂商召开施工前说明会 与在地居民面对面详细说明 沿着预理镇民广场周边的人行步道铺设的人行倒砖破损 尤其位于地震带 再加上部分路段路数路跟破坏凹凸不平 由爱观针也违及到行人的安全 因此在政工所108年向上争取 不过在原物料飙涨以及工法异议等主客观因素影响下 直到今年在县日部支持 花东接近一千多万元的禁费核定后露出曙光 六次的花花都花花不出去 那花花不出去的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最近的副价上涨 第二个工法工法的问题 因为当时的设计师要把原来的地专屋挖起来 挖起来重新洗过然后重新铺 各位知道这边总共有多少块的那个专屋 超过20万片 那么为什么要挖 因为我认识地址敏感来 有同学步道建设计划的前车之鉴 镇长龚文俊面对政工所推动执行各项重大建设 特别要求工程施工前说明作业 增加公共工程公民的参与度 也让工程建设公开透明 赤字1322万多元的这名广场 人行步道改善工程总长度为800米 最主要是以人行道砖排水沟以及步道整坪 路数更替植栽等基础改善为大宗 其次增设一座凉亭提供社区修气观景 另外也建置地景艺术打卡地标 镇长龚文俊有行行带领玉璃镇走向越来越好的未来 记者石玉蓝玉璃镇采访报道